在古代 什麼人會特別容易成為明星呢 嗯... 譬如詩人啦 詞人啦 Hello 各位觀眾 我是燃文益 我們對於從事創作的名人 很多時候都覺得他們是死了之後才出名 但在唐代 有些詩人就很幸運 在生的時候 他們已經被捕到像神仙一樣 而且有趣的是 有時候他們既是別人的偶像 亦都是別人的粉絲 我們先來講一下章直 或者不是讀文學的朋友 未必太認識章直 他其實是唐朝中後期的詩人 是文學家韓語的大弟子 亦和詩人王健齊名 總之在文學上的地位 他真的不低 不過他最敬佩的詩人居然是杜甫 據說 他會將杜甫的詩句 很認真地抄下來 之後再燒成灰 將他吞下肚子 他覺得這樣做 他的文采 就可以跟他的偶像 杜甫一樣出色 再說一次 章直在唐詩的知名度 真的不低 只不過是他追星的行為 好像有些走火一魔 那你又知不知道 杜甫生活中的偶像又是哪一位呢 這個人 你和我都一定認識 就是李伯 所以我猜李伯 就算在他生活的時代 都是一個傳奇人物 幸運的是 李伯和杜甫 每次之間都有詩書的來往 不過如果說寫詩給對方的數量 就杜甫寫給李伯 比李伯寫給杜甫的多一點 所以我們可以看得出 似乎是杜甫愛李伯 多過李伯愛杜甫 還有一個叫魏猛的人 愛李伯愛得更瘋 聽說他有五年的時間 徒步去追尋李伯 最後被他去揚州 遇到自己偶像 李伯都很好 和他一起游山換水 一起切瘋文學 還送了一首詩給他 後來李伯的詩宅 都是由魏猛負責結集的